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這個熟口熟面的人物又是他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 早幾天才說完他 現在又看到他 這次他就說到美國已經隨時做好準備 如果中國肯出聲的話 美國就會隨時向我們中國提供抗病的援助 說整件事簡直是完全不要臉 厚顏無恥到極點 中國用你幫忙 顧好自己好 而除了美國厚顏無恥之外 那邊相 歐盟也不好得很多 不知是裸警令正慶還是貓哭老鼠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說要向烏仔那邊派禮物給他們 那究竟派什麼禮物這麼厲害 因為原來就是歐盟要向烏仔援助到3000萬個LED燈泡 既可以節約能源 又可以幫他們渡過冬天 不過你不要忘記 現在烏仔那邊連電都沒得用 要送燈泡給別人把鬼 那究竟代表著歐洲和美國的這兩個雙醜 還說什麼好笑的事來炒出世界 我們一會來講一下 再之後的就是在昨天內地方面封存著一幅很震撼的照片 那幅相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一艘航空母艦的模型 不過這個模型就不是那麼簡單 它是我們軍方造船廠所提供的數據模型 而且從這張照片的造型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款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而從它的緣號上寫著20 也代表了我們第五艘的國產航母 就可能是核動力了 而除了這個大發現之外 另外從照片上的模型我們也可以規探到另外一些重要的細節 究竟我們接下來的第五艘航母艦的利害之處究竟在哪裡 那個真實性又有多高呢 回頭回來我們也會說說這件事 再之外維達的報導美國在時間八年之後終於肯開的一個美飛的合作峰會 時間就在13日至15日 時間到了今天開會的內容就已經越見清晰了 就是美國做盡一切事情其實就是純粹想干預中飛的合作關係 已經做得出面了 第一天很多人就知道拜老頭是避談中國甚至避談俄烏之戰 但是原來美國正在玩的就是善良和兇惡警察套路 美拜登講合作的醜話都留給他的國防部奧斯丁來講 講盡一切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說話 今天新潮民細數著美國在和非洲華盛頓DC開會 裡面的每一項議程都能夠和中國對比 根本就是看著中國和非洲的合作來打的 但是中國就已經從2000年走到現在了 見見都實實在在 美國當然只有一個趨 但是在這段分析的後段也會為大家介紹 美國就務實欠逢 務虛就有餘 美國在務虛的政策上的戰略上 有用什麼來迷惑非洲人心呢 這件事是新潮民才可以告訴大家 稍後慢慢為大家報道 接下來就講一下昨天在高等法院那裡 就照顧周恆彤上訴的這件案件 主審的法官張惠寧就判了周恆彤是勝訴 在他判詞當中還說到 警方這樣禁止人家集會是有不合法的性質 真是令我們很多公眾都摸不著頭 轉頭回來我們就講一下這件事 當中有什麼我們公眾覺得是有謬誤的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著就要講一下這件事是認真好笑的 又是這位仁興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阿比 在昨天代表美國說他們隨時準備援助我們中國 向我們中國提供抗病的援助 在這裡不要罵 雖然很難忍口 不過繼續聽他們怎麼說 阿比說到中國近期的防病政策看來有所轉變 自從中國公佈了新十條防病政策 很明顯病情的個案逐漸升溫 眼見這樣的情況美國十分擔心 因此美國就說到 如果中國想要人幫忙的話沒問題的 你儘管發聲就可以了 如果北京肯親口提出要求 我們美國會隨時向中國提供防病的任何援助 你最重要發聲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我們美國是不知道中國需要人幫忙的話 聽完之後真的覺得這個國家簡直厚顏無恥 你有什麼資格援助我們中國這麼厲害 不知道的話還以為你在三年的病程裡面做得很成功 沒錯 在美國的角度或者在歐美世界來說 他們真的認為自己才做得最好 當然他說得出這些說話背後也有一定的目的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但我在這一刻就不會這麼快開估 留在後一點才說到阿比要說到這番話的真正目的 剛才阿比說到有關注到我們中國公佈了新十條之後的病情升溫問題 他還說多了一點就是說到我們中國官方所公佈的中招人數或中招數字下降也好 但也認為情形非常不樂觀 就說到我們的苗苗接種率以及過往的中招者人數實在太少 那群體免疫的防衛力不夠 所以接下來會很嚴重 麻煩你拉扯 握高個頭 看看你老闆拜登 拜登大謊說 都中了幾次招了 中國使用你援助嗎 還在用一個這麼高的姿態 彷彿成個勝利者那樣 居高臨下 當自己在病情的時候 那些一團糟的表現當沒發生過 我經常說 中國到了這一刻 在防病政策上有重大的轉變 除了因為經濟的原因 民眾的抗病疲勞之外 也有根據數據的分析 證明了這個病的威力已經大大減弱 可以有權放開 政府保護到市民 保護到最後一刻已經盡力 盡了自己應有的責任 這樣才來到那邊防病策略 逐漸開放 情形不同你美國 你美國是在病情的時間 這病還是非常毒 會令人的離去率還是相當強的時候 因為你們美國政府辦事不力 不能夠提供足夠的效率 足夠的設備 足夠的政策來保護人民 因此就要令到你們自己美國的民眾在這個病還是很厲害的時候 就變相要被迫開放 結果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觀眾也很清楚 你們美國在這幾年病情的時間 離去的人有多少個 百多萬人離去 過億人中招 相比起美國 全世界都有資格說援助另一個國家 就是你美國最沒有資格 因為你是做得最差的那個 還有 差不差都是你自己的事 原本你不出來獻醜 我們都當不關我們事 始終都是你們自己美國的事 但是越來越多證據已經顯示到這病是你們有心弄出來的 還有其他在排隊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編號 什麼號碼 各種奇形怪狀 古古怪怪的病 那些不見得光的實驗室 又是你們美國所搞成的 你們在這個世界上不搞那麼多事 全世界都覺得很幸福 不要說去幫人 不害人 想小鎮這些事 全世界都謝謝你 說到這個時間 可能已經有人猜到了 其實美國人說到要去幫你 說這麼多這些事 終極的目的就正如柯比在開場的時候已經說到 他擔心我們沒有苗用 說我們的苗不夠厲害 這就和我上幾集說到的其中一個主題是不謀而合 沒錯 美國就是敲中了我們中國龐大的苗廟市場 看重到我們接下來可能有很多人都會去接種苗廟 所以不是在這個時間說這些東西 又說要援助我們 就像之前說要教我們怎樣防病 其實說到底就是想把苗廟賣到我們中國那裡打開龐大的市場 你節省一點那些苗廟 不見得用你們美國貨是好一點 說到援助我們 你不收錢嗎 難道錢又是收足 所以說到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當他的臉皮 厚到那個程度就是 他自己一點都不尷尬 說什麼都不尷尬的時間 尷尬的只會是他身邊的人 老美很明顯就是想修煉到這樣的境界 最近而已 大家都知道接下來是世界杯決賽 由阿根廷對法國 這個時間美國又要走出來說 說到為什麼阿根廷隊裡沒有黑人球員存在 為什麼這麼奇怪 是不是阿根廷做了一些不見得光的事情 美國《華盛頓郵報》就刊登了一篇由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文章 標題就是剛剛說到為何阿根廷在世界杯沒有更多黑人球員 就作為標題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隨便找到一個所謂的副教授愛德華茲 就用到一些次是而非的數據來質疑 為什麼阿根廷的非裔人口只有15萬 就佔到整個阿根廷大約人口1%那麼少 其實他這篇文章很簡單 他就是質疑到阿根廷是不是用到一些不見得光的政策 來做到洗白 即是變成阿根廷只是一個擁有白人的國家 阿根廷方面知道了消息當然非常生氣 因為這篇文章擺明是老屈 他就說到阿根廷的非裔人口原本在高峰時期佔到全國高達三分之一 後來做了剛才我說的洗白動作 搞到現在這樣 就反映了在阿根廷的球隊 就是現時阿根廷人口的小縮影 阿根廷方面的回應就是我們是一個國家 不是迪士尼電影 沒有那麼多理想主義的橋段在現實發生 而事實上來說 阿根廷那邊也說到他們的國家一直都沒有黑人 真正黑人佔到全國阿根廷的數字 遠低於1% 即是說到華盛頓郵報的副教授說到阿根廷的黑人人口佔有全國1% 都是一個謊話 其實你美國真的非常令人討厭 好地地踢球 看世界盃 都要掌握這些東西 說到體育不講政治 其實美國才是要將政治帶入到體育的頭等國家 如果美國不講的話 或者不去這樣做 我們才會不講 否則我們是不會當看不到的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滑稽的說法就是說到 阿根廷之所以沒有黑人球員做代表 而你美國那麼多黑人球員 原因很簡單 不過也免得把真相說給你老美聽 怕你小器 待會又不知道做什麼 骯髒的動作 有網民說到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老美的祖先 在非洲做得太多不見得光的事情 拿了很多非洲的圍爐為彼 帶到美國 人家阿根廷少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少黑人 你美國以前做得多這些事情 就多黑人 原因就是一字那麼簡單 還在想拿道德高地出征別國 我認為應該跟你回歷史舊仗是真的 說完美國有多樣子 拿假來刁之後 我們又說一下歐洲那邊 因為這件事也是一件貓哭老鼠的事件 話說前幾天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最近很活躍 最近在法國和烏克蘭共同囚見的援助烏克蘭國際會議上說了一番話 這番話簡直令到烏仔的人民非常生氣 馮德萊恩說到 接下來我們歐盟就會向烏克蘭援助到3000萬個LED燈泡 來給予烏仔的 馮德萊恩說到現在冬天很冷 沒有燈泡用很慘 既然如果有了燈泡的話 既可以照明又可以暖暖暖暖 加上LE的燈泡就以節約能源為之有名 我們歐盟是不是對你烏仔很有心呢 原本以為聽起來沒什麼問題的這番話 竟然引來烏仔的人民非常憤怒 烏仔的網民就說到 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是怎樣 換燈膽 燈膽有用嗎 我們都沒有電用 你給燈膽我們幹什麼 我們現在烏仔的人更加需要的是電池 又或者一些類似尿袋 也就是移動電源 有網民就形容到 歐盟這個舉動就等同給一群很飢餓的人都已經沒有食物了 就送筷子或者匙羹給他們 或者送刀叉 因為他們是歐洲人來的 簡直是得物無所用 也有人形容到 歐盟這個舉動就認同在山莫裡派發粉狀的積充飲品給人 不過四周都沒有水 又怎麼沖那杯飲品呢 我們之前的雜數也說過 現在俄佬那邊大規模的導彈攻擊 所摧毀的烏仔基本設施 例如是一些變壓站 不是一時三刻能夠修造的 而烏仔那邊根據消息指有1200萬人在經歷停電 充其量都只能用臨時的發電機頂著檔 你給LE燈膽人家把鬼嗎 不如截然更加實際 有人就說到與其真的好像歐盟的計劃 照樣落實去做也好 假設不管有沒有電 都照送這些燈泡給烏仔的時間 與其說是歐盟贈送 倒不如說是由中國贈送好過 因為歐盟這些燈泡很有可能都是來自於中國製造 轉頭 其實不是你們歐盟援助 是中國援助只是 所以大家看看在現今這個世界上 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 西方世界的領導 那個頭腦真的猜不到 不是以為臉皮口真的可以騙到全世界吧 其實你們的行為才讓世界看得清楚 在華麗的背後 究竟誰才是真真正正的危害世界的妖孽 接下來就要說說 最近在內地的互聯網上流傳了一幅圖 這幅圖上就清晰地顯示了一艘航空母艦的照片 由於這幅圖在內地熱傳的關係 當然這艘航空母艦的模型 當然是顯示著是一艘中國的航母 但是從那個樣子看起來 我們從來沒見過中國海軍現役或即將入役的航空母艦是這樣的 而從這張照片上的航空母艦模型所顯示的編號20 就顯示了它有一艘中國的未來航母 所以這張照片就爆了 根據現在數手指的計算 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就是編號16號 其次就是山東艦17艦 接著還有即將入役的福建艦18號艦隻 如果這艘航母艦叫做20號的話 也就是顯示了解放軍接下來第五艘航空母艦的模樣 據資料顯示這個模型不是民間或者是軍事愛好者所做出來的模型 並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真真正正有到中船集團下屬的大連造船廠 為了某個重要的慶典儀式活動專門訂購的模型 根據資料顯示做到這個模型的廠家是依照著大連造船廠那邊的設計圖紙 去設計和製造模型的 整個設計都是由大連造船廠那邊提供 廠家只是負責開模而已 所以這個模型的參考價值是非常之高的 會不會現在我們中國第五艘航空母艦就是這個樣子 根據以往的經驗來說 那個參考性真的不小 雖不中亦不願意 究竟模型裡面所透露給我們的訊息 顯示到接下來我們解放軍的航母究竟有這麼厲害 就是我們這次這個話題最主要討論的焦點 所有的焦點我們分開幾點來說 全部都很關鍵 首先第一個關鍵就是我們看看模型裡面的藍島設計 也就是位於藍席右手邊 凸起的就是藍島 從圖中顯示我們可以看到這艘藍島的位置顯得比較細小 如果不順的話我們可以拿回現在我們最新落水的福建號航母作為對比 大家就會一目了然 從福建號的藍島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位於藍島的後部上半段位置很明顯有一個洞 這個洞其實就是福建號的煙通位置 也就是代表了福建號的藍島跟煙通相結合 也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設計 再看看我們其餘兩手之前入役的航母山東號和遼寧號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藍島的位置裡面同樣是一個洞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煙通 這種設計就是典型的傳統動力航母 也就是非核動力航母所用到的設計 但是這次的模型很明顯 在藍島的位置上就沒有了那個洞 而在整手藍的其他位置也看不到有明顯的排煙口 也顯示了如果這個設計真的來著第五艘中國的航空母艦的話 也就是意味著第五艘航母所使用到的動力就不是一些傳統的動力裝置 而很有可能所使用到的動力就是核能 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到這款航母就是來著解放軍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我們再拿著一幅圖來做對比 這幅圖顯示了美軍現在的核動力航空母艦的模樣 以最新型的美軍航母福特級去計算 它的造型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在藍島設計上來說 大家會很容易看到福特級這首典型的美軍核動力航母 跟我們中國這款模型有點相似 而唯一不同的就是福特號航母艦島的位置還要比較靠後於整個船隻的後方 而我們所展示的這款模型比較偏向中間 這也是和美國自己的認知有關的 美國一直認為要把艦島擺後一點 原因就是因為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體 在甲板前面的位置就是經常會使用到的地方 尤其是經常會使用到升降機來將戰機擺在甲板上 所以美軍航母一般來說都會安排到藍上面右手邊位置的升降機擺在前面 我們中國的這一款 藍上面右手邊兩個升降機的位置 就是在艦島的一前一後來佈置的 那不要扯到那麼遠 關於這款模型所讓我們看到的艦上面的升降機 我們稍後再說 說完關於這艦艦是屬於核動力 核動力航母的優勢除了能夠做到所謂的全球部署 可以在不需要添加燃料的情況下走遍全世界之餘 還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由於它不需要入油 所以就不需要攜帶到近萬噸的燃油給航空母艦本身用 那整個萬噸燃油真的很誇張 沒錯 一艘航母傳統動力計真的要大成萬噸的艦用燃油才能夠舊 走到足夠遠的地方 一艘航空母艦大的話就十萬噸 中型的也六萬噸 如果用了十份一或者六份一的空間來攜帶燃油 佔比也挺多的 現在用了核動力就沒有這個煩惱了 所以騰出到不需要帶燃油的空間 也可以用來帶多些 不同的彈藥帶多些飛機也好 甚至乎帶多些 來給艦載機進的油也好 這樣也很有效提升作戰能力 我們再看看艦輪的布局 我們可以隱約看到 就有塊狀的磚子一塊塊的東西黏在艦輪上 如果夠眼力大家看到的話 這些塊狀物體還好似一大一勢 原來這些就是我們一直都在我們的航空母艦上所沿用的雙控陣雷達 這一帶一勢的雙控陣雷達又稱為大盾和小盾 到了今時今日來說 對於我們中國來說 這些都不是什麼特別的科技 當然如果擺在別國的海軍上來說 雙控陣雷達當然是珍貴的資產 也顯示了接下來我們的航空母艦依然會重視防空能力 具備很大的對空搜索和警戒能力 也沒辦法 大家都看到的 戰場上尤其是空中的威脅已經越來越多 不過為了防範對方的無人機 高超音速武器 所以航母自己本身都要攜帶到他有強大對空探測能力的雙控陣雷達 就不僅是說到他的大盾示威 專職防空的驅逐艦 裝了雙控陣雷達 航母本身就不用裝 航母本身也要裝 這也是我們頭三艘的航空母艦一直沿用到今時今日的 從這個模型裡面我們也看到第二個關鍵的地方 這款模型上有一些飛機在上面 這些飛機就是我們今時今日中國海軍所用到的兩款艦載機 一款是殲-15的改進型 而另一款是殲-35的最新的艦載隱形飛機 我在這裡目測到如果根據大隻的飛機 也就是殲-15的改進型號來看 放在這艘航母上 殲-15顯得比較細小 因此我們就可以推測到第五艘的核動力中國航空母艦體積相當大 我們試試放回一幅如果殲-15裝備到我們現在最新即將會入役的福建號 那個想像圖是怎樣 大家去到這樣對比就最直觀 由於我們的福建艦還沒服役 所以放在上面的殲-15都是模擬圖 不過不怕 我們也可以用來操略對比一下 根據初步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 新型的航空母艦第五艘航母20號應該比我們現在的福建號18號 那個新版是要多帶一兩個馬的 航空甲板的面積也有所增大 除了重新設計有優化之外 最簡單的一個原因 剛才我們也提及到了 既然藍島上沒有了煙通 只不然藍島小了 甲板面積就會增加了 這些也是一個很直觀的優點 數完這些時間 又來下一個重點 我們從模型裡面可以看到 它應該有三條電磁軌道的彈射器 分別就是甲板的前方有兩條黃色的 另外側甲板方面也有一條電磁彈射器 就在旁邊 尤其注目的是最主要的那兩條電磁彈射器 也就是藍上面頭部位置 好像V字形的兩條黃色線跟我們現在的福建藍所用的電磁彈射器 那個佈置大概是類似的 福建藍也有三條電磁彈射器 這隻模型也是 而唯一不同的就是 在藍隻頭部的兩條電磁彈射器 那個雙隔的距離很明顯就比這個18號的福建藍抹得更闊 已經呈了V字形 做到這樣也可以 在萬一必須要的情形底下 要同時起飛到兩架飛機的時候 V字形那一款就可以比較放心 沒那麼容易干擾兩架飛機之間因為距離不足而造成的尷尬 數到這個時間我們先去回這隻藍上面的升降機 那麼全架藍我們就可以數到模型上顯示到 這款未來國產核動力航母是有三架升降機的 分別剛才我也說過 頭兩架是在藍的右側 一個是在藍島前 一個是藍島後 而第三架是在模型藍隻上左方位置比較偏後 因此這款藍隻就是一個典型的三架電磁彈射器加三架藍再升降機的典型格局 現在我們的福建藍就是三架電磁彈射器加兩架升降機 兩架升降機都在藍隻的右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接下來我們的藍隻體積將會進一步放大的關係 所以加到第三架電梯就有它的必要性了 升降機多了 自然所運輸到的藍載機數量就多了 就由藍隻上面中間機庫的位置一部升降機兩架兩架運上來 也就是可以同一時間運載到六部戰鬥機上去甲板那裡 當然要用到這樣的速度其實就不是那麼常見 以美國海軍的例子來說 如果要出動到這樣的頻率 有紀錄以來最頻繁出動到的海灣戰爭都不需要那麼高的頻率 不過總比沒有總好 起碼到時候可以選擇 有人會說到我們現在的飛核動力航母即將入役的福建號就是18號 這個模型就是20號 那中間的19號去了哪裡呢 究竟19號是和20號這個模型一樣 都是一款核動力航母 還是它是一款傳統動力的航母 可能就是我們福建艦的姊妹艦 接下來會建的第四艘常規動力航母 究竟兩者之間哪個才是真的呢 我自己就傾向於19號航母應該就是003型福建號航母的姊妹藍 也就是一手傳統動力航母 這個傾向比較大 另外我們再看這個模型上面 另外一個焦點就是它上面的艦載機 這個模型上面所搭載的艦載機有五款 分別就是我剛才提到的改進型殲-15B戰鬥機 還有在它旁邊的就是我們最新的隱形艦載機殲-35B戰鬥機 而其餘還有專為艦載設計的空中預警機空警600 這款空警600就不同一般的預警機 它上面那隻鑊是不會轉的 不過不會轉不代表不先進 反而是更加先進的代表 因為它上面所配備的雷達是多面式的雙控陣雷達 根本就不需要轉 就已經能夠探測到360度的空域 另外的就是艦上面配備兩款直升機 一款很明顯是由直-20所改裝的海軍版本 而另一款熟口熟面 就是在遼寧號已經看到的直8或直18的大型運輸直升機 這款直18直升機的過頭比較大 就是能夠載到一些連直20都塞不下的貨物 這樣的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模型 再加上它的出處是來自於大連造船廠 其實整個設計和路線都很像我們接下來的發展路線 也比較踏實 所以我認為參考價值也挺高的 很有可能我們未來航空母艦的目標艦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看小到我們的航母是否接下來都會有核動力 不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要解決到核動力的裝置能夠推動 這麼大的航空母艦就絕對不是說到 有了核潛艇上面的核動力裝置就能夠擁有核動力航母的技術 兩者不對等 畢竟潛艇比起核航母 畢竟它的新版都小得多 核航母上面的燃料棒 也就是核燃料棒 它的濃度和壽命也非常巧功夫 只有擁有到合格的核燃料棒才能夠有資格擁有核動力航空母艦 否則的話 看法國就知道了 它沒有這些東西 它是直接搬到 由核潛艇所使用的核動力裝置搬到它們那一架 新版已經比較小 只有四萬多噸的大高諾航空母艦上 就想簡單單不夠力的話 就裝兩個核潛艇裝置 就夠力推動的航空母艦 結果成為了四筆像 除了要定期翻廠維修 推力不足之餘 法國的那一艘大高諾航母的極速只有二十五折 一個完全不合格的軍用標準 它的速度比二次大戰時的航空母艦還慢 所以說到勉強沒有幸福的 看來接下來只會有一個國家 就是繼老美之後能夠有能力發展到超級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不用多想了 這個國家肯定只有我們中國才夠資格 來挑戰美國核動力超級航母的地位 真的很想它快點在我面前出現 讓我看到實物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就是美國由奧巴馬2014年之後 事隔8年之後終於要開這個美飛峰會 邀請了非洲四十個國家 五十多名非洲的領導人 去到華盛頓DC開會 時間是十三日至十五日 很多人覺得第一天敗老頭的所有議程上都沒有提到針對中國的說話 甚至不敢說一些很刺激針對俄羅斯的說話 純粹提一下俄羅烏仔之戰影響世界的能將和良將 要協助非洲一起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原來全世界如果對美國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好期望的話 所以也不會有失望 因為醜話就讓之後的美國國防奧斯丁來講到盡 講盡任何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說話 任何挑撥離間中非之間的多年合作關係 的堅實關係的說話都讓奧斯丁來講 其實當然大家不用失望 因為為什麼呢 根據美國的慣例 其實它不針對他國 它不搞單邊主義 就是拜老頭真的要退位釀言 因為它真的剩下了 這些是美國的國策 新潮民今天會為大家介紹美飛峰會裡面說的合作事項 和美國將會對非洲說會做的投資 怎樣其實是抄中國 想針對中國 它的如意算盤是這樣的 會不會敲響呢 大家就自行分析了 聽完之後 但除此之外也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中國一直以來在非洲的建設和投資和協助 我們新潮民之前其實也有一段專題來報導了 今天也會重複一次 也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既然美國一直以來根本實事做不成 但是最主要妖言惑眾的時候 會不會打進非洲這個國家 和美國有沒有起妖言惑眾 例如顏色煽動套路 所需要鋪墊的道德高地 思想文化 歌影視娛樂滲透 已經做到多盡 就轉頭慢慢告訴大家 這一點極之需要提防 其實是新潮民這裡才會聽得到 就不是賣花棧花香 因為這些是關係到西方黑人文化 歌影視文化 嘻哈文化 一般時評可能沒有留意這些東西 他們是不會知道的 這個美飛峰會到底是由奧巴馬2014年之後 8年之後再次開會 那麼8年前 奧巴馬舉行第一屆的時候 所說到的東西到底有沒有任何一樣東西落實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有進度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純粹在8年後因為中國和非洲的關係已經一天千里 美國不做一些東西不追是不行的 也有很多人說到 就是為什麼拜老頭現在要跟非洲搞這個峰會 其原因是因為想跟中國和沙特剛剛的外訪和合作協議 來做一個鮮明的對比在外交舞台上 可以爭這個眼球的長短 更何況任何投資基建的東西 說起碼都是10年8年之後才看到效果的東西 到時候拜老頭連任下一屆都成問題 所以怎樣都要做了才說 這些基建對不對現是10年8年之後的事 但我們可以從往績看得到這些基建和計劃從來都不會對現 開口埋口都說這個世界是兩極化 民主對專權 拜老頭在第一天的演詞上是不敢提 很多人都說他為何不敢說 原來臭話都留給國防的奧斯丁來說 我們是不會失望的 因為我們從來對美國人不搞單邊主義 是一點期望都沒有的 拜老頭所說的就是將會接下來投資550億美元 在非洲各國裡 將他們加入一些現代化的元素 陪他們一起發展教育 環境保育 甚至太空科技 基本建設等等 550億美元 接下來三年就會逐步來兌現 兌現起全力協助非洲建設他們的經濟 衛生和安全防務 說到安全防務 我立即打個特 為什麼呢 因為550億美元來以美國的慣例有一半都去了安全防務 而這些安全防務最後就是放回自己的袋子 買美國的軍備 美國軍隊 建美國的軍港等等 而告訴大家中國只在每年 在非洲各國 尤其是近這十年每年所投資 在基本建設上也都是以每年百億來計算的 我們已經投資了很多年 美國現在才來追 更何況他能否批出錢也成問題 很多人知道拜路頭這次就着非洲來講話 就是不想將中非的關係離間他們的意圖做得太鮮明明顯 以免嚇走了非洲的領導人 其實這件事情也是有跡可尋的 大家看看這張圖 9月的時候南非的總統拉馬福薩 他們也是去了美國開會的 那時候9月的時候拜路頭邀請了南非的總統去開會 其實就是想勸他一起協助美國同一陣線 來抵制俄羅斯 尤其是天然資源方面 但是當時這個南非總統很斷言地說 我希望不要有人走出來教我們非洲應該跟誰來往 不應該跟誰來往 也不要有人走出來教我們怎樣去做事 這個拉馬福薩還沒離開美國已經對著傳媒這樣說了 很明顯真的不給拜登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拜路頭掉了一架的時候就知道 這次延遲不可以去得太盡 以免緣分勢必早盡 拜路頭不說而已 但美國的國策一定要說 起碼美國在情報國防和對外戰略方面 一定是要搞單邊主義的 不然他們全部人都沒有生存價值 國防部奧斯丁劈頭一句就說 俄羅斯絕對對非洲來說是霸害而無一利的 因為俄羅斯整天賣了廉價的兵器給非洲那裡 也培植了大量的僱用軍人的營墓在非洲各國那裡 嚴重破壞貿易、糧食、能源的安全和平穩 為什麼非洲各國經常有戰事紛擾和動亂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國防奧斯丁可能你身在國防部 所以對外戰略不關你的事 非洲這麼亂其實是因為你們對外的中情A局 經常在非洲那裡煽亂所導致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對美國不搞單邊主義 搞多元合作有任何期望 沒有期望就不會有失望 美國早起8月的時候已經公佈了一個最新的非洲戰略 一個非洲戰略就是美國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戰略 主要是要做什麼 就是指責到中國一直以來在非洲挑撥和破壞了世界以這個基礎為秩序的國際標準 不斷地在非洲推自己的東西來尋求商業和政治的紅利 甚至令到非洲那邊失去了它應有的開放和透明度 弱化了美國和非洲一直以來本應該和好和良好的關係 很明顯這些說話說得出的人臉皮都是三尺厚的 而這個對著非洲和美國的戰略有幾大重點 就是一開始聽起來是正常一點的 就是要完全投資和協助非洲的發展 和平衡非洲多過不同的國家 在非洲越聽不越不對勁 在非洲建設一個公民社會 令到非洲國與國之間能夠順利來尋接解決分歧 亦令到非洲和英美的地理位置雖然有不同 但亦在文化上各方面都能夠尋接 甚至大量在美國的非洲僑民交融和尋接 第四 要善用美國在非洲的不同部門 無論是官方 半官方 甚至私營的部門 這些部門除了商業之外 亦有慈善的部門 這些官方 半官方 個人的慈善部門 即所謂的NGO 人權組織 特赦組織 慈善組織 全部都是搞迷惑人心工程的 適當的時候就要來搞煽動 按制 煽動人群單純地要邪惡化自己當地的政權 然後搞推翻政治變天 成立親美的勢力 顏色套路 即是說到第四點 美國的意圖超然若揭 懂得看的人一定知道 我們新潮民的觀眾一定看得出 第五點更加劃得出場 就是對非洲的戰略 第五點就是完全要揭露中方在非洲的陰謀 甚至任何活動的陷阱 就是為非洲泥足深陷 要完全變成中國的版圖 要警戒非洲 提醒非洲所與中國交往的風險 完全明白了 誰說美國會不針對中國 以為這次美飛鋒會不說 第二天就說了 誰忍得住 其實美國情報界過去這十年都已經在非洲投號敵人 就鎖定了中國 大家記得情報總監那位元老 川普頓已經在地緣角力圍堵戰士方面 已經鎖定了也強調到中國在非洲是美國最大的威嚇和敵人 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針對中國的 我稍後也會為大家說說為何中國在非洲做到什麼令美國那麼怕 但是想告訴大家不僅是美國怕 其實歐洲也怕 英國也怕 不過現在要說一說美國為了針對中國可以去到多盡 雖然美國一直以來都說自己是民主大國 我們不支持那些強權 不支持那些力量行為 打這些道德旗號 打這些道德旗號的同時 在今年年中大老頭又走過去出訪沙特 見沙特王柱 還要跟他權壯權 好像清卿道弟那樣走過去勾合作 當然事後被人打臉是另一回事 但是這東西完全違背了美國的所謂價值觀 美國為了針對中國 其實這些道德旗號和價值觀可以即時不說 這次美飛峰會請了很多非洲的領導人過去 有很多國家其實都被美國指責過他們 在政治方面不夠民主 民主質素不夠高 甚至有個地方叫做西非赤道基內亞 西非赤道基內亞當權的家族已經超過40年了 一直以來都被美國視為一種專權、霸權、獨裁的地方 但是西非赤道基內亞那裡有個港口叫巴塔港 巴塔港是一個中國的建設被美國視為海軍的基地 既然在美國的勢力拓展到那裡 美國也要在那裡搞這麼多的建設才行 所以美國的海軍過去十多年來都沒試過出房 在非洲的港口這次藉著什麼文化交流、外交的理由 就去了巴塔港港來談談 其實就是因為中國在那裡有多少影響力 而除此之外西非赤道基內亞的武巴索哥近來又成功連任 拜登這次公開表示對這個武巴索哥的肯定 說好了的反對的強權政治在那裡 武巴索哥自己身材萬貫 在這個無論在美國、歐洲都有以億美元計的物業 這個地方有石油的出產 在非洲的五十多個國家裡面GDP是佔第三位的 但是人民依然活在飢餓之中 那這些國家不是完全是你們美國道德上最接受不了的東西嗎 拜登為了尋求和他的合作 尋求挑撥離間影響了中國的投資的時候 就不惜違反了自己的立場和原則 去和他談合作 甚至肯定他的政權 所以什麼美國價值觀、民主的東西就得一口笑 美國說會支持非洲聯盟加入G20 因為我們中國也說過支持非洲加入國際組織 中國說過支持非洲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美國又說支持非洲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中國在非洲說要搞一帶一路 說了很多年也做了很多年 美國也說了很多年 但是這麼多年都沒有行動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對比和說一下 到底中國在非洲做的建設是有多少 為什麼會嚇到歐美世界這麼怕 寧願打嘴炮 說得出做不到也要厚著臉皮說 我們中國的外交部秦剛說得很清楚 針對著這次拜老頭為了在外交舞台上搶攤 就去邀請非洲各國的領導人來開會 外交大使秦剛說到中國本著希望非洲能夠多邊發展的原則 你也要協助它做援助和發展 非洲應該是一個國際舞台和合作的場所 不應該用來搞什麼地緣政治 絕對不可以變成一個中美之間角力 在這個新冷戰的地點 而我們外交部汪文筆也知道 就是美國應該持開放的心態去面對中國和非洲的關係 中國協助非洲所做的事全部都是堅堅實實的建設 都是真金白銀拿出來的 無論是學校、醫院、港口、道路、鋪橋搭路、大水壩、發電廠等 全部都是堅堅實實的建設 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已經和52個非洲國家簽了合作的文件 自從2000年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著手在非洲的協助建設和合作 由2000年到現在已經有數千億美元的金額投資援建 尤其是近這十年每年都是以百億計劃協助非洲做建設 除了剛才說的實的的碩士建設之外 鋼鐵建設之外 在電訊網絡、通訊網絡 甚至我們中國在非洲的企業投資做就了五百萬個職位之外 大家猜不猜到其實現在在非洲上網比英國上網更快 為什麼呢?因為在用的是我們中國幫忙建設的網絡 英國在用什麼?英國在用落後的四肢網絡 就是這樣 而相比之下美國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也有一個叫做 協助非洲成長和發展的機會法案 由2000年跟我們中國也是同步來的路去 開始對非洲的這個法案投資 但是從2000年到現在2022年之後起了什麼呢? 大家有目共不了 因為大家都看不到 而歐洲其實也在2000年的時候受到英國和法國的鼓勵下 歐洲和非洲也在2005年的時候 也訂立了全非洲的戰略 其實也是就著一些基建和科技方面的發展 但可惜無論是歐洲和美國這麼多年都是口爽何包納 說得出做不到 還要當人家是傻的 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而已 白人從來都是看不起那些有色人種 就真的當他們不是人 當他們是他很玩弄的對象 欺負的對象 當他們是武佬 拿一些低科技低建設的機械 就價錢貴一貴還要用借貸的方式來到去 你是非洲 你真的當非洲的人傻嗎? 不過好笑在就是就算找笨也要撥一些資金出來做的 雖然歐美世界他們多黨輪替 而且還在位的這幾年不重視長遠的基建 也讓他們這些計劃說得出做不到 無論是歐洲對非洲的戰略 美國對非洲的戰略都是從來沒有影 拜老頭自從用這個不法的手段贏了特朗普之後 就手推一件事叫做全球共建更美好世界的B3W計劃 接著又有一個所謂的全球基礎建設的夥伴計劃 又說是這個更加優良版的一帶一路 就說是人工智能的基礎建設 還有環保還有人權 那人不人權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一帶一路計劃其實早就已經有人工智能 太空科技什麼都有的 但我們不用說出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歐美世界那裡有全球門戶計劃 我叫這些門斧計劃 就是在中國面前斑門弄斧 不過他也是只有講字 全部的計劃講完之後到現在還沒開始動工 而中國過去由2000年到現在 每一年都是堅堅實實地建造這些道路鐵路 港口摩天大廈 大型的建造廠、工廠、大型的體育、項目建設 各方面都是實實在在 非洲人看在眼內 中國對非洲的投資絕對是有其價值 非洲也是接下來這個世界兵家必爭之地 因為全球150種礦物都可以在非洲找得到 而除此之外非洲還有大量的黃金和鑽石 說黃金和鑽石 非洲人有一句說話很有趣的 這個笑話其實是美國的黑人說的 他們說從來我們都是生於全世界最富庶之地 我們有所有礦物 有我們的黃金和鑽石 而白人過來就只拿著一本聖經 但是現在我們非洲人被騙在美國大陸那裡 過窮困的日子 我們拿著一本聖經 但是白人就拿了黃金和鑽石 這句說話不是我們說的 這些是在美國的非洲人說的 除此之外非洲在聯合國的預測 2050年將會有超過20億的健壯人口 這些健壯人口將會是價錢便宜 還有效率高的勞動力 還有非洲有薩克拉沙漠的石油資源 也佔了這個世界的12% 是全球排第三位的 在政治方面非洲在聯合國有54票 54個國家都在聯合國裡有票 是一個政治非常大的影響力 中國能夠在聯合國舞台多次投票 西方世界對我們的針對 我們能夠以票數來贏得他們 不多不少都要非洲54個國家幫忙 因此一直以來在我們中國的外交層面上 每次出訪非洲都是第一站 這已經是十多年外交的慣例 除此之外很多西方國家就說 中國那些所謂的對非洲的減債或者免債 其實做樣子是用這些來悶克我們 悶克我們尤其是今年年終對非洲的免債 說起這件事大家要知道其實中國由第一屆中非的峰會 已經是對非洲的國家有減債的措施了 為什麼呢 中國一直以來投資在非洲很多 雖然這些投資都是以百億千億計算 但是所收到的回報也越來越豐厚 而說起投資和建設起來的話 我們中國做到的實實在在的工程 做到的效果 但是西方世界對非洲的投資卻是一些金融財技方面的操弄 雖然知道任何這個世界的發展中國家 他們的投資都是有大量的國家或者多邊的債權人 這些來自西方的多邊債權人 就是來自銀行、資產管理企業、石油交易的大企等等 我們中國對非洲發的債就遠遠不如他們 這些來自歐美世界的外債超過我們起碼三倍 而這些數據不是我們中國自己自說自話的 其實也是西方債務正義的機構來揭露出來的 我們中國在非洲的外債10%都不到 那麼我們能夠減的自然也是少 對比西方世界 我們中國在非洲的債務是有固定的利率 當然很多人也免賣 而西方世界有浮動的利率 尤其是當美國加息的時候他們的利率也是浮動 但最近的加息也讓利率升了兩倍 而我們中國也促使過西方來一起協助援助非洲 在債務方面得以緩解 但是這些西方舉企他們卻以什麼信用危機 因為會影響到他們信用評級這件事 而拒絕了和中方一起來對非洲免債 所以今時今日當西方世界不斷說中國建立非洲的投資是債務陷阱 甚至說中國有心善非洲 這些真的是他們面皮幾呎厚才能說出來的 最大的債主根本就是他們 而最大的耳孔也是他們 美國在華盛頓DC和非洲開了第二屆峰會 裡面說到要協助非洲做衛生工作 因為這個世界病情已經在他們的西方眼中已經完結了 他們說早就完結了 而美國很有經驗 絕對可以協助非洲在這個病後來重新振作 這句話非常好笑 大家其實只要上網一看就知道其實這次的病情 非洲並不是受到病情影響很大 非洲守得非常穩 當然其中一個大功勞當然是中國對他們那邊的防病政策和物資的協助 還有就是反過來 在這個病情下影響得最厲害和成績最差的美國居然敢走出來 說協助別人病後重建 美國也有一個阿提密斯計劃 阿提密斯計劃就是想起非洲某幾個國家來培訓太空人 邀請他們上太空 因為航天領域上的合作 其實也是想針對著剛剛我們習主席外訪沙特 跟沙特那邊要發展創新科技和航天科技 不過說到太空站這件事 美國和俄羅斯關係搞得這麼差的時候 能不能繼續合作也不知道 我們中國的太空站得道多助很多人都爭著上去 不知道美國到時候拿些什麼跟他們合作 中國說支持非洲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有一席位 除了非洲之外也希望拉美加勒比地區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有位 美國又說支持他們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有一席位 總之中國做些什麼美國都要跟著說 做不做得出這件事是十年八年之後的成績表 通常我們根據美國從2000年到現在都沒有拍攝的時候 對十年八年後美國今天說的話會不會兌現得到 我們也有些保留了 說到務實方面美國說得出做不到 務虛的話其實美國卓卓有餘 我知道現在非洲是以數億計的年輕35歲以下的人口 而接下來的2050年預計到非洲有超過20億的人口 是一個很強大的勞動力的潛力 問題就是年輕人總會為生計以外的升息犬馬來陶醉 美國有數千萬的黑人人口 美國那邊的黑人已經自成一國有他們的文化和有地獨特的生活方式 美國將這些生活方式和文化 歌影視娛樂升息犬馬推了過去非洲那裡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同中同種都是非洲人 但是在這些升息犬馬金玉奇外的包裝下 其實美國現在面對什麼問題 根本美國從來沒有對這些黑人好過 由七八十年代用這個不明的霹靂藥來塗毒他們的社區之後 有傳就是故意將這些不明來歷 不知哪一篇發明 是美國自己在歐洲或者日本人發明 就是將這些可因霹靂化之後 就變成了他們灼手可熱的非法開心藥 用來在民間吸收資金來支持他們龐大對中東的軍費 有傳在列根時代之前是他們的策略 總之美國即使現在依然在社會上系統性對非洲人是嚴重的敵視 他們是沒得上位 生於貧困的區域犯罪率永遠都是最高 可能美國會塑造一個虛偽的美國夢 就是黑人在美國的大陸上都可以發光發亮 但是發光發亮都是金玉其外 其實是敗水其中 在唱歌事業 跳舞事業 歌影視娛樂那裡 黑人是非常有地位 在這個球類運動更加因為他們超卓的體格 先天的優勢 但是僅此而以 雖知道這些都是要是玩 要是打球 其實全部都是不務正業的 就給了他們一些虛榮和出雷拔萃的假象 在美國最關鍵的教育界 政界和商界 你不會看到美國鼓勵黑人勤奮讀書好學 然後投身這些 永遠都是推銷一些要是打球 要是唱歌跳舞 有很多黑人政治家和時評也說到 這些分明根本是美國對有色人種的策略 就是要他們一代蠢過一代 四肢發達就頭腦簡單 還有玩聲色犬馬歌影視娛樂 而歌影視娛樂裡面也滲透了大量的不良文化 都是鼓吹著社會的三害 鼓吹著要用這些不法的手段來賺錢 好像在拍這些江湖電影一樣 還有鼓吹女性就要不檢點 不檢點大家也知道美國的情況是嚴重的單親母親的問題 因為男的吃完就走 女的也不檢點 以不檢點成為他們的價值象徵 而這些主義其實早就已經透過歌影視娛樂包裝美化 已經滲透了非洲一些發展的國家 那些青年得到一些信息的時候 其實就有樣學樣 很影響到他們的人心 那美國的這些務虛的戰略可以怎樣 最後關鍵的一刻就是要禁制 搞民主普選 搞針對他們的政權 無論非洲那邊有沒有真的民主也好 無論非洲那邊的選舉制度是否健全都好 美國都可以描述到他們是獨裁的 然後搞政治翻天 那些看美國電影 聽美國黑人Hip Hop音樂那些年輕人 都走上街來搞政治變天 就是顏色動亂了 再加上西方世界包裝他們的人權 道德旗號那些組織 全部已經滲透了非洲很多國家 做了援助的機構 全部都會多年的努力來迷惑人心 說到美國才是這個世界救世主 奧斯丁也是這麼說的 說到出口就說非洲一定要提防中國 其實我們美國才是首選的合作對象 其他人都不是 說到出口 那些慈善組織 非牟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全部都會同一口徑 來迷惑人心 而中國在非洲投資堅堅實實的建設和民生 始終都有這個怠盡之時 為什麼呢 人性都是任性的 就是當你風衣足食的時候 就覺得理所當然 誰聲色犬馬過癮的時候 你的心意就會去到那邊 所以我個人覺得 在這個心理和意識形態的戰略上 中國其實也需要兼顧 在非洲那邊 但是一定要過癮為主 為什麼人是膚淺的 如果在非洲那裡推孔子學員 孔孟之道不是不得受眾比較少 因為不夠過癮 還有難做這些事情 其實中國大可以將非洲打造成一個生活質素很大便宜的地方 就鼓勵美國那些黑人反他們的政府 因為其實在美國的有色人種根本就很不滿 現在美國的情況要和政府搞對抗 要和社會搞對抗 只要進一步煽動他們的不和 也鼓勵給美國的非洲人聽 美國的黑人聽 其實你們是有個天堂 就是回到你們的祖家 回到你們的非洲 裡面你用很便宜的價錢就可以享受大屋 花園 鳥宇花香 還有生活質素又低 還有去到那裡沒有人會敵視你們 你們可以回去 雖然你們的知識和技能有限 在美國社會是這樣的 但是回到過去 你們又會變成身價翻了幾倍 鼓勵他們回到自己的祖家 這樣絕對可以在美國的政治製造一定的重擊 只希望非洲各國和那些子民在現在需要援助的時候 懂得感恩中國對他們的協助 但是在年輕一代風衣足食底下的時候 希望他們都能夠謹記中國對他們的協助 不需要他們完全偏袒 依靠我們中方 只需要希望他們能夠明辨是非 知道哪些是唐衣包裝的有害之物 不要受到西方疏敗就已經足夠了 再之後我們就說說前支聯會的主席周恆彤 他涉嫌煽動人出來集會的那件案件 因為被原審裁定他罪成因而判囚15個月 周恆彤就提出上訴 昨天這宗上訴的案件就在高院落幕了 最後法官張惠寧就判了周恆彤這宗上訴是勝訴 即是說周恆彤煽動人出來集會的這宗案件撤銷過控訴 聽到這個消息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和我們一樣都是摸不著頭的 在我們看看當中的法律觀點或者法官的判詞之前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是認識張惠寧這位法官呢 其實這位法官大有來頭 尤其是他判案非常獨到 不過就算不認識張惠寧這位法官也不要緊 曾經在2019年搞事時期發生過一宗案件 就是有一個16歲的青年在正直搞事時 就在黃大仙的新光中心外面的馬路 用一些可以發出強光的裝置就來照射警方 那個青年當時又被警方拘捕了 由於他的案件判決的時候 剛好遇上張惠寧法官 而當時張惠寧法官的判詞 就說到這個16歲的青年這樣做不排除只是貪玩 所以就撤銷了那個16歲的青年出來搞事的控罪 所以經過這宗案件之後 張惠寧多了一個稱號 就叫做不排除貪玩法官 如果張惠寧早多幾十年出現的話 那香港就不用這麼多案件 當中的嫌疑人都要坐牢了 真的隨時連寬哥也可能會沒有罪 因為不排除寬哥用他那支AK去弄金譜 只是出於一時貪玩而已 如果給張惠寧法官去到美國那裡做法官 可能貢獻會更加大 因為不排除推登 製造這個一條狗兩條一的事件是出於貪玩的 因為在香港的判案歷史上 可能我們孤陋寡民 都是第一次聽見法官是這樣說 犯人犯罪是不排除貪玩 而在周恆彤這宗案件裡面 本身原審法官認為周恆彤不可以在刑事審訊裡挑戰不可以集會的決定 但是張官不同意原審的說法 他認為應該容許市民 他所指的市民可能就是周恆彤 容許他在刑事審訊中來質疑措施的合法性 相信大家都會理解 為什麼警察不批准維園的集會 因為那個集會關於什麼性質大家都很清楚 而張官又說到 在案件裡面的證據 是沒有顯示到警方有按公安條例去履行主動的責任 什麼叫履行主動的責任 就是說除了禁止他們集會之外 考慮有沒有其他措施容許或者便利集會的進行 這裡可能就有點荒謬 擺明那個集會不是普通的集會 也不是普通市民去表達一些市民的聲音的集會 這個集會帶有政治目的帶有煽動性 而且在這個集會當中很可能會引發起騷亂 警方禁止這個集會進行 正常的市民都是支持警方的決定 但是張官竟然說到警方禁止這個集會 但是沒有提出其他可行的方法 讓這個集會進行 警察不是要參與他們的集會 如果將張官在法庭上說的這個觀點 用到其他案件那裡的話 在整個搞事時期都有很多不合法的集會 是不是警方也要為那群搞事分子去考慮其他措施 去便利他們去搞事或者便利他們集會呢 現在張官竟然搬出公安條例 說到裡面只是要求警方 只可以適度地禁止集會 其實法律條文說的適度 如果以公眾安全的那把尺去量度的話 是非常適度的 因為當時政治搞事時期 如果從公眾安全的觀點出發的話 去到禁止這個集會是符合公眾的利益的 況且法官只是對法律有深入的了解 而不是一位公眾安全的專家 那麼法官又如何衡量 警方禁止他們集會是不適度的 單憑說警方沒有提出其他的措施 就說警方禁止這個集會是不適度的 說到禁止這個集會是不合法的話 這樣說不過去的 然後在這個判詞當中 說到警方禁止這個集會發出的禁止令 是以公共衛生為由的 針對的風險就是這個病情中中的風險 然後張官就引述警方在禁止集會的警司作供時候的資料 就說到這個警司也承認了 申請集會的代表曾經表示過會遵守的防病要求 雖然主辦方也說了會遵守防病要求 但是警方只是質疑沒有主動考慮過 關於這個防病當中的其他措施 例如限制入場的人數 或者是入場地點如何分散 或者是入場時段 或者是入場人士都要掃這個安心出行 或者要帶足個罩 而且案件當中也沒有證據顯示 主辦方是沒有能力去實施任何措施的 所以張官就認為主辦方很願意合作 而是警方以公共衛生為由發出的禁制令 是沒有認真考慮的 似乎聽完法官的這番話 難道警務署要兼顧衛生署的工作才可以用公共衛生為由禁止他們集會 現在警察做的所有事的目的就是防止這個集會中有罪案產生 而當時正值病情的高峰 大家想想如果在那時候不禁止這個集會 沒有說很多人犯法 可能第五波第六波都會及早出現 端不能說警方沒有考慮這些措施就等於病情不會惡化 不過有很多網民看完張官這次的判案都說到張官非常厲害 明明在這案件裡面涉嫌犯案的就是周恆彤 但是一到上訴庭在高院開審的時候 張官竟然可以說到似乎將責任都推了向警方 所以這案上到法庭判周恆彤撤銷這個控罪的時候 連周恆彤自己都不禁要說一句真是猜不到 我想周恆彤猜不到的就是他可以遇上這個不排除貪玩的法官 更加猜不到的就是原來自己可以省回請律師的錢 又或者用請律師的錢竟然可以請到辯方法官 因為他怎能猜到 法官在判詞當中是可以亂咬直死也咬散 不過大家又不需要灰心 因為周恆彤的這案件雖然上到高院上訴庭的時候 張官就判了撤銷控罪 但是律政司一樣是有權可以上訴的 在這個月23日即聖誕節之前 律政司的代表就可以向這個終審法庭提出上訴 我們期待到時候這宗上訴的案件可以在終審法院開審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就是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和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